最近朝韩局势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因为大家很难理解韩国的各种奇葩举动 也理解不了半岛的局势 今天我就深入剖析下这个问题 首先说明一点 韩国这个国家可能是世界上最难以理解的国家 因为它的心态非常扭曲 用咱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极其拧巴 无法用常理度之最好的证明就是韩国人的性格 那是典型的自卑又自负强硬又懦弱 你如果用正常人的思想去代入 那根本就无法理解他们的行为逻辑 比如说外网曾讨论过一个问题 那就是韩国人到底自不自信 有一个网友是这样说的 他说韩国人非常自负 在一个综艺节目里参与的嘉宾有中国人 日本人和韩国人 然后中国嘉宾在发言的时候 将三国习惯性地称呼为中日韩 这个行为立马就引起了韩国人的不满 他们认为凭什么要把韩国放在最后面 以他们的国家实力 难道不应该是韩中日 因为这件事情 这位网友认为 韩国人极其狂妄自大 看不清自己 但另一位网友却发表了不一样的看法 他觉得韩国人非常自卑 一点都不自信 根据他的观察 在国外区分中国人和韩国人非常容易 因为韩国人看到美国大兵会刻意地躲避 目光不敢直视 表现得非常明显 而中国人不仅不怕 甚至还有点跃跃欲试 对于美国大兵来说 他一眼就能看出谁是韩国人 因为这个事情 所以这位网友坚持认为 韩国人非常自卑 丝毫没有一点民族自信 你看看 大家对韩国人的评价竟然会如此的两极分化 这也深刻地说明韩国人的内心到底有多拧巴 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 与韩国特殊的历史经历有关 当年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 中美两国签订了停战协议 朝韩两国最终以三八线为界 搁置争议 本来这是在讨论朝韩两国未来的命运 但奇葩的是 在签订协议时 坐在谈判桌上的却只有中美朝三国的代表 韩国人连桌子都没上 听闻谈判结果之后 韩国人勃然大怒 韩国总统李承晚愤怒地表示 韩国不会接受当前联合国和美方提供的停战协定 韩国会继续战斗下去 即使最终走向灭亡也在所不惜 韩国百姓也是一样的态度 当时在汉城的街头 大批民众进行示威游行 他们高喊口号 坚决反对停战 谋求武力统一朝鲜半岛 看到这种场景 美国人的内心骂骂咧咧 但是他们还是坦诚地和韩国总统李承晚做了一次沟通 他们无奈地说 如果你能做到 那就去行动 美国人绝不干预 听到这个答复 韩国人瞬间消停 他们心里清楚 美国人压根就不会帮助自己实现统一 既然事已至此 他们就只能思考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如何才能在北方邻居的军事压力之下活下去 最后他们看了一圈 得出了唯一的答案 那就是依靠美国人 所以在1953年8月8日的时候 韩国人和美国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从此正式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 寻求庇护的不归路 但这种和美国人强行绑定的结局 其实并不是韩国人自愿的 而是在走投无路之下的无奈之举 所以当时韩国人对美军的态度非常复杂 一个是极端厌恶 另一个则是极尽谄媚 这通过一件事就能看出来 那就是他们派出了大量韩国女性去服务美军 他们在美军基地附近建了一大批妓院 美其名曰U.N.W.安索 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专攻美军的军纪 其中名声最大的就是著名的黎泰院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一个是为了讨好美军 让美军给他们提供保护 另一个则是想要学习日本 通过出卖女性身体的方式 来获得发展的第一桶金 按理说 韩国女性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也算是韩国的有功之人 但其他韩国人却不这样想 他们非常鄙视这类女性群体 轻则言语辱骂 重则直接殴打 因为他们厌恶美国人 所以把这种情绪转移到了这些女性身上 眼看国民的态度 不利于特殊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韩国官方立马开始行动 他们把为美军服务的女性 塑造成新时代的女英雄 韩国经济发展的大功臣 当之无愧的爱国者 在这种洗脑式的宣传之下 韩国民间逐渐扭转了看法 妓女一度成为韩国女性热捧的工作 到了80年代的时候 韩国妓女从业人数 一度飙升到了100万人 而当时韩国女性的总人口 也才不到2000万人 这几乎就是以举国之力在卖春 以此来拉动经济 根据数据统计 当时特殊行业创造的GDP 已经占到了韩国GDP的25% 是妥妥的支柱型产业 世界闻名的汉江奇迹 其实背后有着这样一段 不为人知的秘密 通过这件事 你就能看懂韩国人对美军的态度 讨厌和厌恶 那是肯定存在的 毕竟谁会愿意有外国大兵 在自己的国土上享受法外治权 还让本国女性为他们服务 但另一方面 也正是因为美军的存在 所以才有了韩国几十年的和平 才让韩国经济有了腾飞的机遇 很多人一直想不清楚 为什么韩国人不硬气点 将美军赶出韩国 其实不光是美国人不愿意走 那么简单 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 韩国人自己也不愿意 在1992年的时候 当时韩国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 那就是一名美国士兵 残忍地虐杀了一名 特殊行业的女性工作者 你知道手段有多么残忍不 据说从死者的身体里面 发现了一个瓶子和一把雨伞 全都是被美国大兵硬塞进去的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韩国举国沸腾 大量的韩国人高喊着 要将美军赶出韩国 当时苏联刚刚解体 失去了最大的对手的美军 也有离开的意思 毕竟留在那里 每年还要支出大量的军费 所以经过多轮协商之后 在1994年 美国决定把军队的 非战时指挥权转交给韩国人 到了2005年 美国和韩国又达成了协议 双方约定从2012年开始 韩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 也将转交给韩国人 也就是说按照正常的流程 2012年之后 韩国就会成为一个 独立自主的国家 但诡异的是 真正到了转交指挥权时 韩国却一再的拖延 先是2010年 韩国总统李明博主动 延迟移交日期 然后朴景慧 文在寅 再到如今的尹锡悦 三任韩国总统 他们要么是继续延迟 要么就是指口不提 从2012年到2024年 整整12年时间 韩国军队的指挥权 一直都没有转交成功 更搞笑的是 2019年12月份的一件事情 当时特朗普提出 要涨军费 要韩国人承担 5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 听闻消息 韩国人勃然大怒 他们提出 要钱没有不行就滚 当时有上万人 在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 坚决反对美国人 加钱的行为 激动的民众 当街撕毁了美国国旗 并朝大使馆内扔鞋子 甚至他们还想要 冲进大使馆 殴打美国大兵 一看韩国人情绪这么激动 特朗普当即表示 不给钱 我就把美军撤走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韩国人一下子就消停了 他们自动取消了抗议集会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韩国的街头又出现了 大量挽留美军的横幅 通过这件事你就清楚 韩国人对美军 那是典型的又爱又恨 恨是因为哪个国家的人 都有民族自尊心 美军在韩国横行无际 不是打人 杀人 就是四处强奸 韩国人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 爱是因为韩国人 对自己的实力 有深刻的认知 如果没有美军的支持 他们拿什么去抵抗 北边的军事压力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国情 才让韩国人的内心十分拧巴 他们一边挽留美军 不让他们离去 另一边又拍电影 辱骂美国人 比如说在韩国的一部电影里 有这样一段剧情 得知美国人在韩国总统的 办公桌下面安装窃听器 韩国人非常气愤 他们当即强硬地表示 把美国大使带来 立刻让他跪在太极旗下 如果你只看电影 肯定还以为美国是韩国的小弟 但现实恰恰就是相反的 这就是韩国特殊的国情 因为现实太残酷 所以韩国人只能在电影作品里 表达自己的民族自尊心 这次朝韩冲突也是一样的道理 朝鲜说 韩国人派出了无人激发传单 韩国人先是矢口否认 因为可能真不是他们干的 但后来经过一番查证之后 韩国人突然又进行改口 从最初的打死不认 变成了模糊的自己也不清楚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就是因为自己没做肯定不能承认 这是原则问题 但又不能真的把幕后的美军给供出去 所以就只能支支吾吾的说 自己也不清楚 这种拧巴的态度 就是韩国人的基本性格特征 不信你用这种心态 去套韩国的其他事情 是不是一下子也会变得十分清晰